黃老師好,各位同學好,我是鄭柏玲 我們是玉財四帥,我們成員有鄭柏玲,陳鴻羽,林家維和耿凱煥 最初我們原本要飼養獨角仙,因為生長過程太長 所以最後選擇在短時間能完全變態的昆蟲產寶寶 這人是完全變態的昆蟲,在一個世代中經過卵、幼蟲、咽、蠢蟲,也就是鵝 四個形態完全不同的發育階段 我們從4月2號的逸林,開始養到5月4號變成鵝 供養11隻,死了1隻,陳寶寶的食物是商業 商業一定要保持乾燥以及新鮮,不然陳寶寶有可能會拉肚子,甚至死亡 四樣地點是林教育家,感謝林媽媽一起參與 歡迎我們下一位陳鴻羽 黃老師好,各位同學好,我是陳鴻羽 我要介紹的是禪的歷史 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早養殘,知私的國家 在治江省五星的郊外,發現五千多年前人類遺留的東西 其中有古代的絲織品,證明很早以前我國就會養殘 傳說皇帝的幾磁羅,教人民種桑樹,養殘,抽絲,織布,讓大家有好的衣服穿 兩千多年前,中國人製造的絲織品傳到歐洲 當時歐洲人還不會養殘抽絲,不知道這麼美麗的布料是怎麼做出來的 由於歐洲人很喜歡買絲織品 商人要運送很多絲織品到歐洲 於是開闢一條運絲織品到歐洲的路 這條路稱作絲路 台灣殘始於明朝永歷十五年 西元一六六一年 正成功鋸守台灣,獎勵農民重傷 並引進殘重四域 清光緒十一年,西元一八八五年 首陣巡復留民船鼓勵台北富豪林維元 勢在桑養殘並著私 尊定台灣產業發展兼難行 民國二十二年即勝時期 國內之中專業廠共有四十一家 年製稱量可達兩百五十四萬張 一張殘重約一萬六千粒卵 歡迎我們下一位成員林家瑋 老師好,各位同學好,我是林家瑋 我要介紹的是卵到五零殘的生長過程 卵 剛產下的卵為淡黃色 呈扁平橢圓形 厚度約0.5到0.6毫米 直徑約1到1.2毫米 卵的顏色會逐漸變深 若未受精的卵則不會變色 一零殘 殘卵剛孵化出來 身上有毛成黑色 成乙殘或毛殘 約3毫米 第二天之後體色逐漸轉白 約今四天 退皮成為二零殘 二至五零殘 以殘退皮之後成二零殘 體色轉為白色 以後退皮一次就增加一零 在右頭退皮四次後進入五零殘 每退皮一次皮身體的成長就加大許多 尤其四五零殘殘 尤其是我離時取得成長各名血 歡迎我們最後一位耿凱煥 黃老師好 各位同學好 我是耿凱煥 最後我要講的是殘蛹和殘蛾的生長過程 殘蛹 殘在進入五零後 約七天開始吐司解鹼 約二到三日內 殘會在鹼中再脆一次 然後化為殘蛹 身體變短 胖 呈現茶褐色 約今十日 殘蛾便可語化 殘蛾 殘蛾是家殘的成蟲 身體由頭、胸、腹構成 頭部有一對觸角 胸部有一對翅膀 但由於發育不完 故無法飛行 一隻雌蛾可產四百到五百粒殘卵 這次我們的蛾差點交配 幸好即時分開它們 不然我們可能要開一間殘絲工廠了 謝謝黃老師和各位同學 謝謝 謝謝 謝謝